那麼老師呢,您打開我們這個簡報之後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我們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紹這個虛擬盆 那虛擬盆這個部分啊,其實很多學校其實都有建制 可是問題在說,因為建制成本第一個比較高 第二個,因為那個教室你要記得有時候 每個老師都要用,也不是隨時都可以用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種虛擬的方式呢,就是你回家想用就用 或者你在辦公室想用就可以用,就是有空的時候就可以用 所以相對比較方便,當然你要做更精緻的 我們當然還是建議各位老師有比較好的硬體 當然得到的效果就更好 可是如果說你一般課堂上的其實很好用 那麼我把這些呢用在很多地方 包括您現在看到的簡報第2頁裡面 直接到那個就業博覽會上面去玩 好就到這邊,所以您如果這個 點到這個圖片 點進去 就會連到我的那個部落格 我部落格上也有分享很多跟這個 OBS 使用上 相關的一些問題 或者使用的經驗,像這個就是在現場 在那個 就業博覽會的現場,我們就是這樣直接玩 讓大家去體驗,教室就搬到那邊去上課 像這樣 跟我們現場差不多 反正走到哪隨時都可以用 就像這樣 那麼 另外呢 像這個呢 也可以用在哪裡 像這個是我在中正大學 中正大學 那麼 您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往下看一下 對 在這邊 對 這裡 給您看一下 平常我都是帶曬衣架 上課的 因為用曬衣架比較方便是後面就不用人力了 我就放著就好 不管藍木地木其實都一樣 那這個就是延期前 就像這樣 今天來我就先準備 就 等一下我們就變身了 所以我會 到每個場地 我都會幫 每個場地 準備個虛擬攝影盆 所以今天我們也有一個 這樣有沒有就變身了 所以其實 道理都一樣 都是一樣的 只是差在什麼 只是差在說 您可以比較客製化 比較客製化 那像剛剛那個 同學他為什麼會消失 因為他穿藍色 那麼 這個呢 我也把它用在遠距教學 就直播的部分 因為一般我們的直播 大家可能 可能都比較單純嘛 就是 看同學 可能都是文字式的比較多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因為在台東 我在台中 要到台東 一天沒辦法來回 所以就 直播了 那這個有連續幾次 我們就是像這樣 上課的時候呢 就 像這樣子 他們在電視上看著我 就看著電視上的他們 等於這是點對點的 點對點的 那因為這個比較特殊一點是 我們有用 就是這個是上那個 物靈網的部分 有需要接線 所以我就有搭配這個東西 這個 15投影機 小孩的15投影機 因為這樣攜帶比較方便 對對對 因為我要接線的話 對同學來講 他也會看得比較清楚 那另外呢 我也去講堂 就那種大禮堂玩過 大禮堂就不像現在各位 大家都有電腦對不對 那大禮堂要怎麼玩 就跟會議室一樣 我們就 玩更多一點 就兩個 藍木跟綠木就進來 就進來 那所以 往下 在這邊 現場就像這樣子 那麼這邊呢 其實就跟真的拍片一樣 你看連椅子我都把它放進去了 所以 剛剛這位 在這邊 往下比較慢一點 所以您就知道他在拍什麼了吧 因為他坐在下面看 跟剛剛我來同學在玩一樣 坐在下面 看著 上面的他 看著上面的他變身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其實 這都是 等於說我們在不同的場地其實都可以玩 那麼另外呢 像我上次去 這個 明傳 明傳他們在桃園在台北 都有 各有一場 那我們就是 玩更多 像今天來我有跟那個 他玩一下就是跟助理玩一下就是那個 Line的直播 Line的直播就把它放進來就像這樣 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 就是 即使是遠距的課 我們還是可以有機會看到同學的 不然老師常常都是對著空氣講話你也會覺得怪怪的 好 這樣互動就會比較多 那當然那種就是 像現場就像這樣子 我只是把布木拉起來 其實我這個都有帶 不過呢因為我們學校買了這兩個 買了這兩個 所以我就不用 不然的話其實平常 我都帶三個 這樣 我就帶這樣就好了 所以就 可能就像這樣拉開啦 或者是我就放在曬衣架上面 因為曬衣架沒有用的時候 就負責曬衣服就好 有用的時候哪有再來 所以 這個其實布木 老實講如果您用這專業當然 那不用也沒關係 因為 買那種布木的話 一個 像綠色的這個 600公分的 高300 大概高好像180 還是 200 就是差不多450塊 那藍色這個比較厚一點 600塊 我們後面這個比較貴一點 1999 好大概2000啦 哪裡買喔 布裝就可以買了 對啊布裝就可以買了 一般的布就可以 對對對 一般的布就可以了 你真的不用說特別的 但是我是有帶電腦去的喔 因為你一般騎會 電腦會撞頭 等於我用電腦撞 因為我就拿OBS 去那邊 跟老闆娘講 拜託 我買的東西 我可以試試看 會不會再買 所以我買兩條 好就是我帶去 然後因為我有 有時候眼睛看到 跟你 實際測的 不見得完全OK 所以我就實際測看看 測OK的 然後我就買 這樣子 嘿 所以這兩條就是像 那剛剛這個就是 我們在玩這個LINE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那個環體 各位看一下 好就是 現場其實可以這樣玩 那當然 氣象主播 都沒問題 反正電視台都是這樣子的 好拍電就是像這樣去做 好那 這樣子您看過的這些應用之後 您再來看看 就是說 像這個 我們今天有幫大家準備一個 好剛剛可能 老師有用過一個 這個所謂的數位學平台 這裡有另外一個數位學平台 是我平常比較常用的 就是OneNote OneNote 那他其實呢 也有免費的帳號 老師你可以申請來使用 好不用備用的 好就可以用 所以我今天有準備這個網 這一個網址 在這邊 好您如果 有空的話呢 你也可以 加入這個網址 我們的資料呢 會有更多 分享在這裡 好分享在這個裡面 這樣老師OK嗎 好所以我們 透過這樣的介紹 你應該就會 比較清楚說到底 OBS 可以拿來玩什麼 因為以我自己 個人的 教學 上來說 我是比較常用在 就是 教學 把他用在教學上 我們變化比較多 我們不是要來當網紅的 好 老師您可以到我的這個 部落格 您可以用 素文老師這樣找 您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上面我會分享蠻多資料的 好像上禮拜也才來高雄 去鳳山 好 另外我有經營兩個YouTube頻道 那麼 我經營的方式比較 比較不一樣一點 就是 都是以上課研習的資料 為主 所以我的進去之後 會像這樣子 像這個就是物聯王的 進來之後 我們比較特別的是在說 在這邊 我的這個 選單會像這樣子 我會把標題都下 那這個部分都是 幾乎都是上課的同時 我就做完了 上課的同時都做完了 那所以其實呢 同學回去 他想要做複習 想要再看 就會比較沒有問題 會像這樣子 那這個呢 我平常上課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 學校的課程 我也都是有錄影 所以現在同學都不會問我問題 我都不需要 留在學校 因為他們 知道 沒有來要去哪裡 找作業的 要 交作業的時候 他就知道要去看 OK 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